命定太子妃 第一级 蓝忘机后悔了 若一早知道 魏英对她的影响这么大 当初就不该将人放出去 好在一切尚未脱离掌控 人走了没关系 再找回来也就是了 魏公子 太子殿下请您随我们走一趟 什么太子殿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魏英文颜色变 想也不想便要关门 可惜晚了一步 门已经被抵住了 蓝思追想起太子的交代 为难道 魏公子 太子殿下交代了 若公子不愿随我们回京 也不必勉强 但要将那一千两银子还回来 不知魏公子是随我们进京呢 还是还银子呢 魏英文颜腿上一软 蓝忘机这招当真是釜底抽薪 明知道魏英身无分文 救下蓝忘机后 虽在东宫小住了一段时间 却是没攒下半分银钱 还是蓝忘机送他离开前 给了他一千两银子作为谢礼 从京城一路到夷林 怎么可能没有半分花销 再加上来到夷林后 魏英又置办了一处小院 买了几亩田地 这些杂七杂八地加起来 已经花出去了一百多两银子 对了 魏英还给了温情姐弟 两百两银子开医馆 眼下他能立马拿出来的 即便东拼西凑 最多不超过七百两 早知道就不要大手大脚了 这会儿他上哪儿去找一千两银子呢 这位小哥 我好歹救过你们太子殿下的性命 那一千两银子也算是谢礼了吧 怎么还能要回去呢 蓝忘机到底想要干什么 不是嫌弃魏英出身相隐 不懂规矩吗 当初既然将他赶出了东宫 今日又何必再来寻他呢 太子东宫 那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魏英是绝对不想回去的 既然魏公子还不出银子 那就随我们走一趟吧 魏英满心地不情愿 刚想再次拒绝 奈何蓝丝追动了动腰间的佩剑 魏英只能硬着头皮踏出了家门 此时远在京城的蓝忘机头痛欲裂 如一头困兽般挣扎咆哮 却又孤独无助 自从魏英出现以后 蓝忘机的头疾竟是不要而喻 可惜自打魏英去了夷林 他的头疾再次发作 而且越发地严重了 此时 蓝忘机突然想起蓝丝追传回的信息 魏英居然在夷林过得自得其乐吗 蓝忘机对此当真是恨得咬牙切齿 难道离开了东宫这个富贵窝 他就不伤心遗憾吗 蓝忘机以为将魏英赶去夷林 他定会愤恨失望 对蓝忘机满心怨念 不料魏英竟然过得潇洒自艺 快乐得很 去到夷林后 魏英很快置办了一处不错的宅子 自称家道终末无奈流落至此 不仅如此 魏英还将曾经的好友温情 与温宁姐弟接到了夷林 出钱为他们开了医馆 大有一副在夷林彻底安家的打算 再加上魏英本就生了一副好模样 又是难得的上等昆泽 这两个月像他是好的前缘 或者中庸也不在少数 本就是苦出身 蓝忘机给的一千两银子 足够他一生衣食无忧了 魏英自然是心满意足 然而魏英满足了 蓝忘机却是有一股无名火 将他烧得愤懑难忍 机遇疯狂 整个人烦躁不安 连带着他的头疾 也比之前严重了许多 明明魏英在他身边时 蓝忘机的头疾没再发作过的 身体的不适 还有心中那不受他掌控的情绪 令蓝忘机到了忍耐的边缘 恨不得魏英立时出现在他的面前 蓝忘机觉得 若是蓝丝追去怡灵再晚上一些 魏英只怕已经挑好了夫婿出嫁了 长途跋涉了半个月 魏英一行人明日便能入京了 与上次入京时的心境不同 魏英愁眉苦脸的 恨不得从马车上 跳下去消失的无影无踪 当初就不该老老实实地待在怡灵 本就是蓝忘机将他送过去的 想要找到他自然是易如反掌 亏得魏英救了他一命 难道堂堂东宫太子竟是忘恩负义之徒吗 一千两银子 那算是蓝忘机对他的报答 一国储君的性命难道还不值一千两银子 蓝忘机到底哪里来的脸 跟他讨要银子 魏英愤愤不平 既舍不得宜灵那悠然自得的小日子 又害怕回到东宫那座吃人不吐骨头的牢笼 那一日 叶玉书的话重重地敲打了魏英 给了他当头棒喝 不愧是未来的太子妃 明明嫌弃比一位婴到了骨子里 却依旧神色温婉 说话亦是不急不缓 我也不是个容不得人的 只是以魏公子的出身 着实委屈了忘机哥哥 也就是忘机哥哥心善 想要报答魏公子的救命之恩 你放心 将来我与忘机哥哥大婚之后 少不了魏公子一个招训的位分 招训吗 或许叶玉书觉得是在施舍魏英 可他确实一点也不稀罕 太子又如何 若是他为草芥 魏英又岂能托付终身 所以当兰忘机问他 想不想去怡陵的时候 魏英连犹豫也未曾有 便硬了下来 原本一切已经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他有了家 也替温晴姐弟实现了夙愿 并且每年他都能从温家医馆取得分红 那可是源源不断的银子啊 偏偏这个时候 蓝忘机又派人将他接回京城 不 不能留下 东宫那个地方 魏英是呆够了的 蓝忘机的喜怒无常 他也领教过了 魏英一定要离开 只是 该怎样离开呢 魏英忐忑地站立在大殿中央 几个月前 他第一次踏足这里时 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今日他虽仍是战战兢兢 却已能做到面上不显了 工人给魏英送上了茶水与糕点 让他坐着等候蓝忘机 可惜魏英只敢将站在原地 即便高点精巧诱人 他碰都不敢碰一下 生怕又犯了哪条规矩 等了不算太久 魏英听到店外工人行李的声音 不带蓝忘机踏入店门 魏英已然下跪行李 看到魏英跪了下去 蓝忘机的脚步明显顿了一下 以前可没见你这么懂规矩 难道去了趟仪林反倒开窍了 蓝忘机越过魏英竟自走到一旁坐下 太子殿下教导有方 魏英虽然愚钝 总以耳濡目染 魏英只是出身低微 却也是读过几年书的 甚至 曾有不少人夸赞魏英天资聪颖又已成大人 偏偏在这东宫 魏英的聪颖变成了愚不可及 他的已成大人又被看成了谄媚无知 敢问殿下 不知传召魏英有何吩咐 蓝忘机沉默不语 竟是在一旁聘起了茶 魏英至今跪在地上 看蓝忘机的态度似是没有叫起的意思 悲从中来 魏英的眼泪不自觉地在眼眶里打转 不能落下去 这里没人心疼他 又哭给谁看呢 听说你在一旁过得不错 放下茶盏 蓝忘机问得咬牙切齿 离开他就过得这么舒心吗 殿下念及救命之恩 令魏英衣食无忧 自食舒心 魏英特地强调救命之恩 就是为了提醒眼前的人 莫要忘恩负义 蓝忘机岂会听不懂他言下之意 冷笑一声道 孤想了想 区区一千两银子 不足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今后你便留在孤的身边吧 这个流氏如何留 魏英自然清楚 魏英出身低微又粗鄙无知 怎配服侍太子殿下 还是回忆灵得好 叶玉书将要嫁入太子东宫 在他的手下讨生活 魏英岂不是再无安宁 不 他不要留下 魏英仍旧跪在地上 尽管已然双膝发软 却也没有向蓝忘机求饶的意思 当初他真是瞎了眼 怎么救了个白眼狼呢 魏英如此想着 而后听到头顶上传来一声冷笑 蓝忘机再次道 配不配得上是姑说了算 你走不走得成 也并非你能做主 听听 这说的是什么话 魏英自己的事情 他本人却做不了主 这岂非欺人太甚 罢了 谁让人家是堂堂太子呢 魏英正在心中赋匪之时 蓝忘机悠悠道 从今日起 你便是姑的策军了 策军 那可是仅次于太子妃的位分 蓝忘机一锤定音 决定了魏英的将来 东宫 东宫突然多了一位策军 工人们虽然不敢议论 叶玉书确实闹了一场 太子妃尚未嫁入东宫 蓝忘机便给了魏英策军的位分 这是打了叶玉书的脸 蓝忘机直言 若是叶玉书觉得委屈 大可退婚了事 叶家哪肯放弃这门婚事 叶玉书再不甘心也只能忍了下来 当然这其中的风波魏英一无所知 这几日他正未得知另一个真相而震惊不已 原来蓝忘机寻他回来是将他当成了治疗头疾的良药吗 你靠床边这么近不怕摔下去吗 蓝忘机眼瞧着魏英不断地朝床他边缘挪去 忍不住开口道 不 不会 前几日魏英刚刚听说蓝忘机在头疾发作时 伤过工人的性命 尽管他从未见过那般场景 但想想也够头皮发麻的 这会儿 他自是恨不得离蓝忘机远远地 魏英也不明白为何只要有他在 蓝忘机的头疾便能不要而遇 总归他大概这辈子也无法摆脱这座牢笼了 魏英委屈之余 更觉得蓝忘机将他视作了掌中之物 随意地摆布其中 随你 若是你想直接睡在地上 姑也不是不能答应 蓝忘机说完 直接躺下闭上了眼睛 魏英虽说被封为侧君 但他二人尚未有夫妻之事 也并非蓝忘机想做柳下慧 而是他对魏英的感情 颇有些复杂 想当初他二人之所以相识 是因为魏英搭救了被人暗算的蓝忘机 回到东宫以后 蓝忘机之所以将人留下 也不过是发现 自从遇到魏英以后 他的头疾再也没有发作过 尽管太医们竭尽全力寻找原因 最终只能归咎于福星一说 谁说不是呢 没有魏英 蓝忘机未必能活着回到东宫 甚至连困扰他多年的头疾 也不要而遇了 然而 蓝忘机不喜魏英的随心所欲 不说琴棋书话 便是连请安仪式魏英 也不曾放在心上 东宫乃众人主目的所在 因为魏英 蓝忘机没少受人非议 再加上叶玉书 在叶太傅跟前哭诉了一场 闹得叶太傅委婉地 向蓝忘机提及了魏英一事 叶玉书虽然无关紧要 但叶太傅毕竟和蓝忘机 有师徒之意 命定太子妃 第二集 难不成真为了区区一个魏英 伤了情分不成 于是 蓝忘机将人送去了怡陵 然而令他失去掌控的状况发生了 心仿佛被挖空了一块 更像是随着魏英的离开追去了怡陵 总之蓝忘机觉得哪哪都不对劲 星空落落的 就是落不到实处去 不仅如此 几个月未曾发作的投机再次寻上了他 甚至比以往发作的更加频繁 失控了 自并将一切尽在掌握的蓝忘机 似乎对将来之事失去了控制 魏英走后 蓝忘机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了模样 所以 他决定将魏英寻回来 若魏英当真是他的良药 那就索性留在身边 至于魏英愿意与否 似乎不那么重要呢 规矩学了这么久 还没有长进吗 蓝忘机不明白 平日里挺聪明的一个人 怎么就是学不会规矩呢 殿下让我学的规矩 就是下跪请安吗 低人一等的规矩我为何要学 没认识蓝忘机以前 魏英即便过得辛苦 也不曾对人下跪过 可自打来到这东宫 魏英便是最为低贱的存在 不仅对那些来往东宫的 世家权贵要贵 便是等级高些的工人们 对魏英也是透着鄙夷 魏英明白那些人 不过是觉得蓝忘机对他不上心 才敢怠慢他罢了 所以 当蓝忘机将他送去仪陵时 魏英万分欢喜 可惜谁能想到 兜兜转转的魏英又回到了这座牢笼 还被册封为所谓的册军 地位是高了不知多少 工人们也不敢再怠慢于他 可是魏英明白 蓝忘机还是从心里瞧不起他 既然瞧不上他 又何苦将他强留在身边呢 就是因为他是蓝忘机那所谓的良药吗 这良药又不是魏英要做的 蓝忘机的头疾又跟他有什么关系 想到这些 魏英忍不住悲从中来 不顾蓝忘机的身份大喊道 你是高高在上的太子没错 可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不是你捏的任你搓扁柔远 当初将我赶去仪陵的是你 要我回来的还是你 可你是否问过我愿不愿意 殿下若觉得魏英蠢笨 何不放我回依陵 也省得我在殿下面前碍眼 蓝忘机五岁便被封为太子 何曾有人敢对他大呼小叫 更遑论带着责问 魏英 你是觉得姑给了你几日好脸色 便敢大着胆子质问姑了吗 不过是看魏英学不会规矩 问了几句而已 魏英竟敢给蓝忘机甩脸子了 这让堂堂太子如何能忍 若是换成别人 蓝忘机早就将人仗毙了 敢这么跟他说话的 普天之下或许也只有一个魏英罢了 好脸色 若殿下觉得冷嘲热讽 比仪轻慢便是好脸色 那小民无话可说 我魏英虽出身相隐 却胜在随心自在 认识你之前 我不必养人鼻息 不必动不动下跪 更不必被迫居在这东宫里 日日看你的脸色讨生活 被迫吗 蓝忘机虽是强留下了魏英 但这些事是不许别人摆到明面上来的 更何况当初他落难之时 魏英明明对他颇有好感的 这点 蓝忘机是清楚的 如今他不仅成全了魏英的心意 甚至封他为侧君 难道还委屈了他不成 魏英 你当真好大的胆子 难道不怕孤杀了你吗 蓝忘机本意是想吓一下魏英 又怎会真的伤了他 奈何半个月来 魏英听了太多 蓝忘机头急发作使 砍杀工人之事 整个人吓得一惊 慌得步步后退 蓝忘机却是越逼越紧 魏英见此干脆拔腿就跑 不管后果如何 这一刻魏英只想从蓝忘机的面前逃离 殿下 可要属下将魏公子抓回来 隐在暗处的蓝丝追见此立刻现身 请蓝忘机试下 蓝忘机看到越跑越远 对他必如蛇蝎的魏英 牙字欲裂 却最终妥协道 罢了 随他去吧 没有我的令牌 他出不了东宫 你这会儿追过去 他会以为孤真的要杀他 总不能真的将人吓出个好打来 蓝忘机气魏英口不择言是真 但不知为何他不想魏英 对他再怨恨一些 甚至更为疏离 魏英跑走后 蓝忘机担心吓到他 又想着干脆让他静一静也好 便没有立刻派人去寻 谁想到直到日落西山 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 魏英还是没有回来 这下 蓝忘机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魏英呢 派人去寻 难不成还要孤亲自接他回来吗 蓝忘机命人去找 东宫众人自是动了起来 宫人们担心魏英是去了何处躲雨 将东宫的宫室一间一间地找了个遍 却寻不到半分踪迹 一直找到深夜 开始有人私下议论魏英是否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蓝忘机听着觉着可笑 魏英是个惜命的 自然不会寻死逆活 可听他们如此议论着 蓝忘机仍是觉着心中生起了阵阵寒意 平生第一次恍然无措 仿佛被人攥紧了脖子 下一刻是生事死已然不由他来掌控了 又是这般不受他控制的情景 自从认识了魏英 蓝忘机遇到了太多太多 不由他掌控之时 多到他厌烦 更多到他想要逃离 可惜每当他真的想要远离魏英时 脚步却又不听使唤地想要靠近 蓝忘机就在那复杂纠结的思绪下 久久地等待着魏英 他在殿门前站了一个多时辰 面色阴沉到能滴出水来 多少次他都盼着魏英回来 可惜来来往往的宫人中无一人是魏英 殿下不如先回寝殿休息 属下等定会将魏公子带回来 蓝忘机不语 这是不会离开的意思了 身为蓝忘机的贴身护卫 蓝思锥曾以为 太子不过是将那魏英当作治疗投机的良药罢了 只是今日这一遭 不由地令蓝思锥重新估量魏英在蓝忘机心中的地位 看来日后对待这位魏公子还是要加倍恭敬的好 虽说那夜家嫡女已是太子妃的人选 可将来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蓝忘机也在工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蜈蚣而返中煎熬着 便是投急发作时 他也从未如此彷徨无助过 蓝忘机仿佛受了伤的小兽一般蜷缩着 用沉默作为他唯一的庇护之所 然而 唯有他自己清楚 恐慌再被逐一放大 看似波澜不惊 实则早已波涛汹涌 那平静的面容下藏着的 是他早已安耐不住的恐惧与慌乱 刚刚对魏英那复杂的思绪逐渐清明 蓝忘机似乎已经离不得魏英了 时间一点一点逝去 蓝忘机开始忍不住猜测 是否有人暗汉了魏英 对 叶玉书 他一向是魏英如眼中钉 肉中刺 又或者 是魏英阴差阳错地跑出了东宫 想要从他的身边逃离 若是如此 蓝忘机非要将他抓回来不可 还要打断他的腿 让他此生都无法离开东宫半步 一个又一个念头席卷着蓝忘机 平日杀伐果断的东宫太子 终于没有了往日的沉稳与睿 思追 传姑的命令 全程搜捕魏英 几个时辰了 整个东宫翻了个底朝天 蓝忘机不得不怀疑魏英当真离开了东宫 若是京城里找不到 便是天涯海角蓝忘机也要将他寻回来不可 殿下 天色已晚 此时下令全程搜捕孔会惹来非议啊 姑说的话 不想重复第二次 蓝忘机已经陷入可能失去魏英的恐惧中 不能自拔 又怎会听从蓝丝锥的剑言 是 属下这就去传令 就在蓝丝锥领命之时 终于传来了消息 启禀殿下 侧君他来人战战兢兢 欲言又止 似乎颇有顾忌 蓝忘机见此心中的恐慌更惧 难道魏英出事了吗 上前一步 蓝忘机抓住那人的衣襟大喝道 魏英到底怎么了 你可知道 姑等了你多久 蓝忘机瞧着眼前早已被雨水打湿 浑身透着狼狈的魏英恨恨到 怪不得工人吞吞吐吐 魏英这副模样回来 实在难以不让人误会 尤其那已经凌乱的衣衫 真会让人以为他被毁了真结去 对不起 我 我也不想的 魏英许是意识到他犯了大错 看到蓝忘机面色不渝 也不敢枪声 方才的雨实在太大了 他又迷了路 跌跌撞撞地寻了许久 眼下已经是勉力支撑 快要坚持不住了 魏英身子晃动了一下 蓝忘机赶紧将其护在怀中 横抱起魏英 蓝忘机向寝殿走去 边走还边吩咐 去准备热水 让太医在殿外候着 蓝忘机看着昏昏欲睡的魏英 忍不住愤恨地想 这 这人分明对他虚语尾仪 可他偏偏鬼迷心窍地 对魏英上了心 这还真是自找苦吃呢 洗过热水澡 太医又把了脉 确定魏英无恙后 蓝忘机终于问道 你说你出了东宫 怎么出去的 没有蓝忘机的令牌 魏英一个没有武功的昆泽 是怎么神鬼不绝地走出了东宫呢 面对蓝忘机的疑问 魏英一解释给他听 原来在跟蓝忘机争执过后 魏英心烦意乱地四处乱走 谁知中途下起了雨 他担心一身狼狈被人误会了去 索性躲进了一旁的假山 雨下个不停 魏英又冷又饿 却偏偏不想这个时候回去 蓝忘机明明瞧不起他 还要将他困在东宫 魏英越想越伤心 伴着越下越大的雨痛哭了起来 哭得累了 他忍不住困意睡了过去 谁知一觉醒来天静黑了下来 魏英担心迟迟步 归又被蓝忘机责罚 只好冒着雨冲出了假山 周围一片漆黑 魏英估摸着他应该在一处 久不住人的宫殿 这时突然出现的亮光 总算给了魏英指引 于是他七拐八拐地 顺着亮光的方向一阵急行 竟莫名其妙地离开了东宫 听完魏英的解释 蓝忘机欲言又止地看了他片刻 而后道 既然离开了 为何又回来 蓝忘机问完便有些后悔 明知道魏英嘴里说不出 他想要的答案 偏偏还要自孽一般地问出口 你不放我走 我又如何离开 被你抓回来 肯定会戳目我一顿 既然如此 还不如乖乖地回来 蓝忘机真是被魏英气得牙疼 难道就不能告诉他 是因为舍不得他 所以才回来的吗 这样的答案很难想吗 蓝忘机是堂堂太子 产妹讨好之言魏英 也不会说的吗 此刻的蓝忘机根本忘了 他最不喜屈颜覆势 口密覆见之人 然而魏英却是那唯一的例外 哪怕是骗一骗他也好啊 蓝忘机想要知道魏英的心里有他 舍不得他 张了张嘴 蓝忘机欲言又止 方才寻不到魏英时的种种怒火 最终化为了无可奈何 命定太子妃 第三集 罢了 若是今日之前 蓝忘机或许尚不知晓 他对魏英的心意 但今日之后 他又怎能自欺欺人呢 若是魏英与他两心相悦 自是锦上添花 可若并非如此 便是魏英不愿又如何 便是吧 他也要将人强留在身边 确定心意后的蓝忘机 放弃了内心的挣扎 爱便爱上了吧 即便对方是出身卑微 甚至无甚才学 更不明白 知书打理为何物的魏英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蓝忘机卸下了伪装 将他无助软弱的一面 暴露给魏英 以前的他对魏英过于严苛 想要改善两人间的关系 也唯有适当的示弱了吧 果然 魏英被蓝忘机 突然软下来的口气震的 外焦里嫩 他以为今日定是 逃不过一顿责罚 至少也要被蓝忘机 冷嘲热讽几句 谁想到眼前的太子殿下 竟像一只小奶狗一样 委屈又可怜 似是期待着主人抱上一抱 给予他足够的爱与关怀 对比白日里的蓝忘机 魏英识难相信 这判若两人的表现出自 孤傲冷峻的太子殿下 事出反常必有妖 魏英没有因蓝忘机 和缓的态度安心 反倒更加的心慌了 殿下 您应该不会换个方式 惩罚我吧 蓝忘机文言 直接弃个道仰 好容易下定决心 改善他二人的关系 魏英却担心 他另有图谋吗 不罚你 不过你要将如何 走出东宫的事情 仔仔细细地 再叙述一遍 还有 出宫的路线怎么走 你还记得吗 夜黑风高又下着雨 魏英对东宫也根本不熟悉 误打误撞地走出了东宫 这怎么可能呢 分明是有人故意为之 好在魏英没有趁机逃走 而是直接折返了回来 若不然这会儿指不定 被人掳走 又或者被杀人灭口了 记得的 魏英点点头 他的记性一向很好 那些公规他不是学不会 不想学罢了 很好 等你身体恢复 领着孤走上一遍 魏英的存在爱了谁的眼 蓝旺基在清楚不过 在确定对魏英的心意之前 蓝旺基想着 不过一个太子妃的位子 毕竟是恩师的女儿 给也就给了 现在 居然有人想要谋害魏英吗 那就别怪他翻脸无情了 养了两三日 魏英的身子已然大好 其实本也没什么大事 自幼漂泊各地 魏英从来居无定所 能活到今日凭借的全是一副好身体 也就是蓝旺基担心他大半夜的淋了雨 若不好生姜 养会落下病根 否则 魏英早就活蹦乱跳地下床了 其实也并非蓝旺基太过小心 实在是魏英出身太低 没有任何仪仗 再加上他是个孤儿 蓝旺基就是有心抬他的身份 也寻不到人体拔 所以子嗣一世 便是魏英将来最大的一品 蓝旺基自是不希望魏英的身子有损 以至于为他二人的将来 平添了阻力 殿下 就是这儿了 我一路走来 就是从这里出了东宫 蓝旺基点了点头 而后突然横抱起魏英 殿下 你干什么 魏英大惊失色 想从蓝旺基的怀里跳下来 奈何力量悬殊 魏英实在不具备与他对抗的实力 辛苦你一场 自是该抱你回去的 这几日 魏英早已习惯了蓝旺基的反常 只是若当真从这里一路抱回寝殿 未免太丢人了心 殿下 我能自己走 你全身乏力 只能孤抱着你走 还有 叫我蓝湛 这是我的名字 日后为你一人能如此称呼 蓝旺基觉得他已经将自己的心意表达得够清楚了 这近乎表白之言 总该让魏英明白他的真心了吧 可惜 殿下说笑了 殿下的名字 当然只有未来的太子妃能叫 魏英岂敢见月 若是叶小姐知晓了此事 只怕我又要遭殃了 当初蓝旺基将魏英送走 不也是为了安抚叶玉书吗 如此明显的偏爱 难道说变就变了 魏英才不会傻傻地相信 叶玉书又算什么 不过是给恩师面子罢了 而且那时候 那时候蓝旺基已经隐隐感觉到了他对魏英的书带 却又不敢承认 一个已经习惯了掌控他人的东宫太子 又如何愿意被另一个人掌控了喜怒哀乐 或许是宿命吧 逃不开的宿命 蓝旺基越是想要逃避 便越是深陷其中 至于那生来所大的头疾 或许也只为了提醒他 莫要错过心中挚爱罢了 这么说来 对于这困扰他多年的头疾 蓝旺基倒是甘之如頤了 那时候怎样 魏英瞪着大大的眼睛 似是在虚心求教一般 那时候是我不好 没有直面内心 总之 孤日后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 魏英文言白了一眼蓝旺基 明显一副不大相信的模样 蓝旺基见此也不争辩 有些事情总是日久见人心 很快 蓝旺基查明了魏英被人引出东宫的真相 原来从魏英被册封为太子册军开始 叶玉书便想要斩草除根 一劳永逸 他想方设法在东宫安插了眼线 伺机而动 那一晚 但凡魏英动了逃跑的心思 定会被叶玉书钻了空子 幸而魏英机灵 又或者是忌惮着蓝旺基的报复 总之魏英选择乖乖地回到了东宫 反倒是救了自己 论理来说 叶玉书作为太子的未婚妻 想要除去一个出身不险的侧君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顶多是日后担上个善度的恶名 但往太子东宫安插眼线一事 可大可小 往小地说 不过是小儿女家的争风吃醋罢了 可往大的说 便是意图行刺储君的罪名 这等罪名 可是能替叶家招致抄家灭门的大祸的 叶太傅到底是蓝旺基的启蒙恩师 他并不想做得太过 最终叶玉书意图谋害魏英一事 以叶太傅上书词官作为终结 叶家自此迁出京城 再加上叶太傅词官归乡 叶玉书再也不是豪门贵女了 叶家离京这日 叶玉书书信一封请求魏英在城门口见上一面 去与不去 蓝旺基要魏英自己定夺 于是 魏英答应了 听说你想见我 魏英上下打量着曾经的天之娇女 骤然从云端陨落 这对叶玉书而言 大概彼死还难受吧 为何没将那件事告知太子殿下 那一日魏英明明已经逃离了东宫 却被叶玉书派人拦了下来 只是叶玉书没想到 同为昆泽魏英竟能应付他的贴身护卫 尽管那个女护卫不过区区一个中庸 但相对身为昆泽的魏英 已是占尽了优势 也是叶玉书想要将此事做得隐秘 所以没有多带人手 不料竟被魏英钻了空子 叶玉书见魏英将要逃脱 干脆拿出准备好的弓弩对准了她 可惜她的力气太小 操控起弓弩又不大熟悉 最终还是让魏英逃脱了 此前蓝忘机以为叶玉书只是意图谋害 却尚未来得及动作 若是她知道叶玉书想要除去魏英一事 已然付诸了行动 叶家未必能全身而退 叶玉书想过的 将魏英一遇逃离之事告知蓝忘机 但仔细想来 此事颇为冒险 一则蓝忘机未必肯相信她 二则还会将她险些置魏英 与死地一事暴露出来 若是以前的叶家 区区一个侧君还不至于放在眼里 可惜时宜是意 叶太傅辞官之后 叶家已然担不起任何风雨了 魏英面对叶玉书的问题 嘖嘖两声又摇了摇头 叶小姐 我真羡慕你 自幼有家人庇护 所以才如此天真 若是叶玉书再狠一些 派族人手截杀魏英 他岂会有半分生机 想要人鬼不知也实在简单 事后将那些人全部斩杀也就是了 毕竟唯有死人才最能保守秘密 叶小姐 我若那时将你做的事情告知太子殿下 又怎知殿下会责怪于你 还是觉得我在挑拨离间呢 曾几何时 蓝忘机对待魏英满是嫌弃 救命之恩又如何 还不是未曾考虑过魏英的意愿吗 所以他选择了沉默 保命之事 他觉得不能指望蓝忘机 知晓了叶玉书的意图后 将来小心避开也就罢了 难不成期待蓝忘机问罪恩师之女 他的未婚妻吗 还不如等到将来找个机会伺机而动 早早晚晚能让蓝忘机 看清叶玉书的真面目 到那时蓝忘机或者责罚叶玉书 又或者稀释宁人 再次送走魏英 总之 这是魏英能想到的最稳妥 也是最安全的法子了 自幼受尽事态炎凉 生活的苦难 交会了魏英部 能依靠任何人 只能靠自己 便是和温情与温宁姐弟一同讨生活的日子里 魏英也总是逼迫自己成为三人中不可或缺的那个 否则难保不会有被抛弃的一日 叶小姐 自此山高水远 想来再无相见之日 您多保重了 魏英口中嘲讽的意味十足 一如当初叶玉书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一日 一报还一报 京城贵女尚未定下婚事 便随着辞官不做的父亲归乡 昔日的准太子妃沦落为人人可以嘲讽轻慢的笑柄 叶玉书的日子不会好受了 回到马车上 蓝忘机正在等着魏英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可有让你不痛快 蓝忘机本想陪魏英一同见叶玉书 却被他一口回拒 他还有什么资格给我不痛快吗 再说了 以前不管有多少不痛快 看见他今日的下场也已经痛快了 在这世间艰难求生 魏英虽然良善却并不软弱 谁打了他 自是要打回去的 否则下次他只会被欺负得更狠 这一点魏英需要蓝忘机明白 更何况若蓝忘机真要与魏英共度一生 他更要让蓝忘机看清楚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既然非要魏英留在他身边 魏英总不能拿捏这性子过日子 蓝忘机若是觉得他柔弱可期 妄想将他当作那逗趣的金丝雀 那是万万不能的 爱英说得对 日后没有人能让你不痛快 包括我蓝忘机 昨日蓝忘机才知道 原来大雨当晚魏英被人引出东宫后 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直接回来 蓝忘机是何等的睿智 稍作思量便明白魏英 其实根本不相信他的真心 一切交给时间吧 总有一天魏英会相信的 全文完 想后寄 蓝战 不行了 你快停下 被蓝忘机吃馋了一整夜 魏英哪里还受得住 嘴上讨着饶 手上也在推锯着蓝忘机 爱英 朝臣们又催促我策立太子妃了 咱俩得多多努力 你要尽快复平子柜才好 复平子柜嘛 以蓝忘机这旺盛的经历 只怕魏英还没有坐上太子妃的位子 就已经先被他坐死在床上了 蓝忘机 你给我滚下去 如今的魏英已然恃宠而骄 胆敢将东宫太子赶下床了 或许他是能相信蓝忘机的吧 是能的吧 暗融 暗融 暗融